为什么感觉自己在家煮的火锅总是没有火锅店的好吃呢 其实方法还是没有整对 在四川一个人也可以吃火锅 今天的话真正的是风和日理 你们看这个天气实在太好了 咱们晚上就到这里煮一顿火锅吃 首先我们要来准备吃火锅的食材 今天呢咱们吃鱼火锅 把这个乌鱼的肉给它取下来 取下来的鱼肉给它片成大片就可以了 这样子打斜刀片下去 刀越打的斜 那么我们片出来的这个片它就会越大 这个鱼肉的话我是去了皮的 所以片出来看起来是白白净净的 先给鱼片把姜上好 胡椒粉味精 盐 料酒 少许的水 下手给它码匀 一定要让鱼片把姜材放进去的料全部吸收进去 才能够保证滑嫩 最后来上一点淀粉就可以了 这个样子鱼片就算码好了 等会煮出来是又嫩又滑的 再切一点煮熟的牛肉 切成片就可以了 这个牛肉烫火锅也是巴适得不得了啊 火锅就是自己想吃什么搭配什么 并不是说要规定你要放牛肉要放鱼肉对不对 深的牛肉一小块就够了 一小块就够了 同样的切成片 牛肉片的厚度大约就是嫩碧那么厚 咱们切好之后也要像姜材鱼肉一样的 给它腌制一下方法相同 再来上一点牛肚 打斜刀这样子片成片 也可以切成片 喜欢吃毛肚的就放一点毛肚或者是千层肚 但是个人觉得这种牛肚最有嚼劲口感最好 再搭配上几根小酥肉 我一个人吃嘛 荤菜就差不多了 蔬菜的话我们就随意搭配一点 冬瓜切成片 土豆也同样的切成片 这些蔬菜的片不能太薄 太薄一煮就烂了 一般情况下是三四毫米 再来上一点海鲜菇 金金菇 都是提前清洗干净的 海鲜的话切成结 南瓜同样切成厚片 吃火锅的东西很多东西都要稍微厚一点 太薄的话一煮就烂 为什么你在家做的火锅总是没有火锅店的味道 这个选料就很重要 一定要选好一点的火锅料 你选那个几块钱一包很偏辣一种 怎么可能有火锅店的味道 咱们一个人吃不需要搞那么重口味 来一小块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人的火锅 超级方便 如果是大块的火锅底料 可以基本上够三到五个人吃 一个人吃的话只需要切四分之一下来就可以 火锅底料里面 在额外再加上一小把干辣椒 干花椒 这样子的话只是它的麻辣味会更加的重 四川老汁 再来上一点葱节 还有姜片 咱们的这个锅底就打好了 这样煮出来就是饭店的味道 吃起来超级的香 并且麻辣过瘾 加入纯净水 不要在额外的去调盐 调盐的话会比较寒 开火给它烧开就可以涮菜了 再来打一个香油味点 蒜末 葱发和香菜 毛油提炫的 一丁点鸡精也是提炫 火锅香油 如果盐味吃的比较重的朋友 可以放一点酱油之类的 就这个样子就搞定了 咱们的菜也全部上齐了 整整的五盆菜 种类的话十多种 这样青山绿水的环境下 吃上一顿火锅 真正的是美美的 火锅汤底也烧开了 咱们先下一点牛肉啊 鱼肉这些 每样菜先少下一点 我一个人就不慢慢的边夹边蒜了 我不喜欢那种边夹边蒜 都是下一点吃了 然后又下 这种牛肉是最爱意的 卤牛腱子 牛肚 南瓜片片 洋芋片片这些 冬瓜片片 蘑菇 这几年不是很流行 那个什么山庄火锅吗 你们说山庄火锅 有我这个火锅安逸吗 小蜜蜂子要跑过来崩了 山庄火锅的话 一般就是搞点水 然后有一点什么路化那些嘛 像我这个直接天然的路化 在家吃火锅 比山庄火锅还要安逸哈 鱼片烫一下就熟了 咱们可以整的 夹起来一整块的 并且超级的嫩 够味 真的是够味 把这个饮料开启 好久没有吃这么爽过了 用最小火给它慢慢的涮菜 不要用大火 其实这样子吃的话 主要是买食材比较麻烦 你要说它花多少钱 它花不了多少钱 三五十块钱就能够 够两三个人吃了 还吃得很过瘾啊 开枕 真的你们不要小看了 这个自煮的火锅 看到没有 这个鱼片 哪个说不安逸吗 一闪一闪的 并且特别的嫩 咱们夹到碗里面去 然后牛肉这些煮了之后 看起来就爽 再丢几根小酥肉下去 说真的哈 这两年的话 很少去外面吃火锅了 刚回四川的那几年 吃了比较多 然后现在主要是 一个是疫情 第二个是外面煮的 没有自己煮的好吃 干嘛要去外面 花这个冤枉钱呢 嗯 搭配这个香油蘸水 更该用 香油蘸水 它既可以缓解辣味 又可以缓解这个火锅的灶味 我的是独立包装那种小块 一小块加两瓶矿泉水 一个人吃就刚刚够 盐味够方便刚刚好 嫩牛肉 掐刀好厨 嫩牛肉也爽 靠谱啊 没有点赞的朋友 一定要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一下 今天的话 有一点暗了哈 现在已经是19点 就是晚上的7点了 咱们慢慢的吃 直到吃到天黑为止 搭配饮料 我能够吃到天亮 关键是得食材够 小酥肉整一个 我怕你们馋了 咱们就不多整了 我一个人悄悄的吃吧 等一下 你们馋了我也没有办法